我們一起去高台四公園 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兩間廁所 非常的便民 很方便 又要坐廁所了嗎? 我們要去在京都住的Airbnb了 我好像沒在那帽子 什麼帽子? 我的帽子 我晚成奶瓶掉地上了 包包沒有的 看這裡 看這裡 好 我們現在要從大阪去京都 這個車位很尷尬 來看我的氣概 我是陌生人 然後這樣是不是很尷尬 這位子這樣對著在幹嘛 其實真的是很漂亮 這不像車站 你不覺得嗎? 它有很多的層次 有很多的通道 空中走廊 所以就創造了很多的平台跟觀景台 就是京都車站其實是一個很 綜合性的感覺 它有戶外 有半戶外 然後還有百貨商場 還有很多的商店 我覺得真的是蠻厲害的建築設計 花了點時間把行李存起來 因為正常我們的民宿 check-in的時間也沒那麼早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稍微逛一下 從這個寄放行李的地方出來 可以直接接到伊斯丹百貨 我們現在在伊斯丹的二樓 它是一個轉接通道 我們要往那邊走 剛剛我們坐的是那個北側的電梯嘛 我們現在要去南側那邊 我們到了拉麵小路 它把全日本最有名的拉麵 全部集合在這一個樓層 有點像是拉麵嘉年華的感覺 因為我們看到了 我們在座著韓國際相機 因為我們リー為利益 我們在座著韓國際相機 然後要著韓國的山洞 我們要去前路 遮瞞 不見 是 是 如果 可以 友 好像 零 我們現在坐車到這個 安馬街 我們要去 在京都住的Airbnb了 他們在交頭接耳的講密碼 這次的房子看起來很棒喔 這邊左邊還有門 等一下這邊左邊還有門 不知道打開會有什麼 喔 人家在開寶箱有沒有 也是一個廁所啦 樓上應該就是住家了吧 樓上有五張 我從沒自己到Airbnb 就先改一下裡面的佈置 樓上應該就是住家了吧 看怎麼樣的動線會比較好 然後留出空間來 我們現在把小孩趕到那邊去 這樣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們就有個地方可以聊天 室友都在聊天 我覺得把這個床移到客廳裡面去更好 而且這樣的好處是我們從這裡下來 我們可以直接從這邊進去上廁所 就完全不會吵到阿嬤了 是不是比住飯店還要舒服呢 阿水你不是阿嬤請你走開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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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他用這個彩色筆劃的話 這比較安全 他不會扣到自己 喔耶 今天天氣超好 大太陽 我們要去京都的清水寺 因為我們的人比較多 所以我們就直接選擇坐計程車了 其實可以坐公車 然後或者是慢慢散步去的 因為我們的人比較多 我們有五個大人 就五個人再加一個寶寶 叫兩台應該是比較適合 我們怎麼叫了一台 超級大的車 喔耶 這也是我們的車 好可愛喔 哇 哇 不知道我們不會拿 不會 兩千里 你們兩千里 你們好像比較便宜對不對 2580 他2580耶 可惡那我為什麼不用MK叫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可以叫MK 學會了 我們現在來到金閣寺 不是金閣寺啦 清水寺 正準備從這邊走上來 漂亮喔 超漂亮 來 走 超漂亮的 而且今天天氣又超好 快要走到了 清水寺了 哇我們真的到了 我好像沒來過京都 哈哈哈哈 清水寺 好多人穿和服喔 好應景喔 身體好硬朗喔 我們等一下要往上面走 一定要往上面走 要爬上 對 所以我剛剛想要不要走旁邊那個 你看他後面有個行 哇 清水寺 哇 清水寺 怎麼跟我講義我一樣 阿水的是腳 清水寺 有別的台語 有別的台語 阿水 阿水 這邊是哪裡嗎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 我跟妳跟芒娜 我們抱在妳的拍照的地方 咦 我沒有 我們在那邊 在那邊 下去 可以 去 現在推了一個推車步道 也可以從旁邊走上來啦 只是沒有走那個足線道有點可惜 對還是要走足步道嘛 這裡雖然也是蠻漂亮的 就很日本的感覺 可是就沒有那個紅紅的寺廟 但這裡就這樣啊 就這樣啊 蛤什麼 就這樣 清水寺就這樣啊 好 我跟你講啊 我們現在要去什麼二年版 就是另外一條墳的步道 那個步道可以通往包財寺 我們現在往二年版走 你看到二年版了嗎 看到了 好啊 我們去吃午餐 二年版一路走下來 又是一條熱鬧的街道 這居然是一家Starbucks 古色古香的Starbucks 這就是我們今天中午要吃的餐廳 去吃午餐 五個泡菜 要吃那些 豆腐很香 這是我的生豆皮 蘇士 還有呢 還有 Tendra 我們要買了一碗 SOBA 就在巿啦 湯小心湯被給你餵飯 我覺得很好吃 我們這樣子點了幾個套餐啊 兩個鰻魚飯 然後一個麵 然後再一個SOBA 再我一個這個 還加一瓶清酒 總共11720 我們一起去高台市公園 首先映入遠遠的就是 兩間廁所 非常的便民 很方便 以我對高台市了解到這邊為止了 後面我就沒來過了 我們短短的高台市行程就這樣結束了 這就是親子游的方法 我覺得親子游還是 就是以親子都快樂為前提吧 如果你真的想要看什麼 你就Google看一看 或者是 別人的YouTube影片 那你跟那個介紹的一樣嗎 這邊也跟那個奈良一樣的那個 人力車服務 然後就是在這附近 清水市高台市 我們來法式咖啡高台市 我們現在要去吃晚餐 到底的美麥燒店 他給我們的中文菜單 然後但是覺得好像東西有點少 這是他的日文菜單 看是不是感覺很多 所以我們就想了一個別的辦法 用Google Map 搜尋這家點 然後點進去看他的菜單 菜單上面就會有他這裡出過的菜 直接用圖給老闆看 他上菜吃得很快 這是一個炒野菜 哇 這是什麼 看起來很好吃 這個也是我用塗皂的臉的 厲害厲害厲害 你覺得這個好吃嗎 超好吃的 我們剛才吃的牛筋 還有炒麵 炒麵已經被我們快吃完了 這家真的是很好吃 沒有一毛頭沒有啊 我跟一包沒帶出了 我們現在要去把把食物回來 對我們現在去超市 然後就把錢花掉了 然後之後我們就去吃飯 然後就錢不夠 所以他就被抵押在那裡 我們來吃日本當地的居酒屋 你看這個 很燙 這麼陶醉喔 這家店招牌的小火鍋 有沒有什麼料呢 我們來看看 吃了生魚片的河豚 覺得還好 來吃吃看烤的河豚就不一樣 真的胖胖的 我覺得這樣烤的很好吃 但是以後如果有人來 整支影片看完會發現 我們一直都在吃 整個狂吃不停 其實福老師又親子油走的 就是一種很Chill的路線 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親子油如何規劃吃住型 首先來說住好了 住的話呢 我們就一直很推薦就是Airbnb 我們家很常就是住Airbnb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家人數中毒 原本兩大三小 就是比較難住飯店 然後再加上了媽媽的話呢 三大三小整個就是年齡跨很大 如果是住飯店 那就是會變成要分成可能三間房 其實大家都有住過飯店的經驗 如果是住分三間房的話呢 就是會回家 就是大家就各自沒有交集了嘛 就只是回飯店睡覺 那住Airbnb的話呢 大家就是可以住在一起 我們就會有一個客廳的空間 或者是餐廳的空間 然後我們就可以大家一起在那邊聊天 可以聊說明天要今天起床啊 然後或者是今天有什麼好玩的啊 然後大家覺得有什麼很開心的啊 就是有一個可以聊行程的地方 聊今天的行程 聊明天的規劃之類的 然後房間很多 大家都有自己的空間 就很像住在自己的家裡 其實我們就像出去玩 換一個地方住而已 我覺得我們自己在挑Airbnb的 其實是蠻專業的 蠻多人會覺得我們挑的Airbnb很好 我是說真的我也覺得蠻好的 就是很多人會跟我分享說 他們住過很多很恐怖的Airbnb 但我覺得其實真的是挑選的問題 就是你會不會看評論啊 你會不會跟房東溝通啊 然後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這次在京都住的Airbnb 其實是本地人住的地方 我覺得Airbnb其實你就是住在一個本地人的房子 譬如說你去日本 你就是住在一個日本人的房子 你去歐洲 你就是住在一個歐洲人的家裡 然後就會覺得很特別 因為這種感覺跟你住飯店 完全是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附近我們都會找說 有便利商店啊 然後它就會賣很多的 你生活所需的用品 像我們的話 日本很方便嘛 日本就可以你自己買一些和牛 天啊 日本超市和牛超便宜 你就可以自己買一些和牛啊 很便宜然後又好吃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弄一些簡單的早餐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如果想要吃得道地一點的話 我就會推薦去吃本地的美食店 不是網紅推薦的美食店啊 因為其實說真的啊 我自己身為一個博客那麼久 我真的是覺得說 如果你不是長期住在那的話 很多推薦其實都是沒有意義 因為你也只是去吃 然後你就覺得去吃到之後就覺得 喔好好吃 但你沒有比較啊你知道嗎 你知道最好的比較是什麼嗎 最好的比較其實就是 你直接打開Google評論 去看他的評論是什麼 因為那是世界各地給他的評論 或者是他周邊住宅的人給他的評論 在我近幾年的旅遊 覺得這個評論是蠻準的 那你用Google Maps要怎麼去挑選餐廳呢 就是你打開他的評論之後 你可以先點開他的最低評價 大部分的最低評價呢都是覺得說 喔服務態度不好啊 如果跟你要吃的東西沒有關係 這個東西其實還好 因為那是個人主觀的感受 那你可以去看說他們的好的評價 你從評價裡面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間餐廳到底是好還不好 根據我這幾年這幾次的 看Google評價選的餐廳 都真的是蠻不錯的 所以我現在在做的一件事情也是 就是我會把我喜歡吃的餐廳 吃完了餐廳的評價 我也會把它寫上去 然後我連我們家附近的餐廳我都寫上去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是蠻有意義的耶 就是Google評價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參考Google評價 但是因為如果像是本地的小店 那這種地方其實就不會有觀光客 所以它也不會有一些觀光客的評價 然後重點是 如果不會有觀光客的評價的話 它就不會有一些英文啊或者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譬如說像我們住的地方不是觀光區 不是觀光區的英文就不會那麼好 所以你也很難跟他們用英文溝通 我說的是日本喔 我現在就是在日本 沒辦法溝通的情況之下是怎樣呢 我們就是直接點圖 就找你覺得看起來很好吃的圖 就跟他想說 これこれこれ 反正就這樣 你就是跟他想說 我要點這個我要點這個 我要點這個我要點這個 我要點這個 那說真的如果難吃的話又會怎樣呢 也不會怎樣啊 因為旅行不就是這樣嗎 但我是說真的我覺得我們點的都蠻好吃的 所以就是我們不會特別去找一些說 喔很多台灣播客寫說什麼必吃啊 或什麼之類的 我們的旅遊就是藏鮮 我們住的地方也是就是日本人 或什麼之類的 當地人歐洲人居住的地方 然後我看了Google評論呢 也是比較多是當地人的評論 那我就會想要去試試看 那吃了好吃我就覺得好吃 那如果不好吃的話呢就不符合我的口 我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關於在吃這個部分旅遊 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日常出行的話我比較推薦是租車 就是假設你們要出去玩的話 你就先訂好時間然後租車 像我們這次到大阪才想要租車的時候 可是時間已經有點來不及 我們就只能夠訂比較晚的 那如果是轎車的話 建議的話就是用MK 就是日本有一個蠻大的轎車系統 那同樣的路程的話 MK的車子是會更大台 然後或者是比較便宜 OK那京都清自由就先到這邊 有什麼問題可以留言給我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下次見囉 歡迎訂閱 segue 歡迎怎麓 訂閱 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